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小猩猩 我要先给大家 这么个欠我之前的恰饭视频频率安排的 太不妥当了 都是我能破 是我太懒惰 你们打我吧 俗话说 棍棒底下出孝子 不对 这样讲的有点怪怪的 所以我拒绝了接下去所有品牌的商务巡单 甚至是签了合同要赔违约金的 我都推掉了 给我一个 知错能改的机会 然后接下去 我要把我在化妆学校学到的化妆知识 分享给大家 俗话说 忠言逆耳 我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和不足 才能去进步和改变呀 希望大家能够多给一些 关于我视频的你的宝贵意见 我相信这样子才能跟大家走得更长远 对吧 好话说回来 进入主题 那么今天呢 就是教大家一个专业的化妆师 是如何打造一个合格的底妆的 我是问好几个老师 偷学过来的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化妆师 所谓底妆画不好 一切都白跑 好 然后今天呢 我们会就是这半边 然后今天呢 我会就是这半边脸画错误画法 这半边脸呢 画正确画法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对比 更加直观 然后我们直接开始吧 好 我现在呢 拉镜给大家展示啊 你看得清楚吗 你应该看得很清楚啊 首先第一步啊 不管是给别人画 还是我们给自己画 都是清洁肌肤 通常情况下 大家的话呢 自己在家上妆 可以直接去解个面啊 但是我们的话呢 不可能叫模特去洗个脸 对不对 你解面又带不对 所以我们会采用一个办法 就是拿一个化妆棉 然后占取这个化妆水 擦拭面布之不甘不由的状态即可 好 第二步妆前保湿工作 水乳精华二者选 其一或者其二即可 根据你的肤质和当时的天气所定 千万不可以上很多层 否则的话你肌肤就无法吸收 留在表面 然后呢就会搓泥和斑驳 好 那么我的话呢 由于皮肤非常的干燥 所以我就直接用面霜 然后就是在保完湿之后啊 抹防晒的呢可以抹防晒 记住用完防晒一定要等它沉磨 好 接下去一步呢是重点 哦滑重点你们给我记重点 到时候我要考的 我们呢要用浅色的隔离霜 或者是有提亮效果的妆前 来提亮我们的内轮廓 内轮廓呢就包括T区 眼下三角区 下巴就是这样一个 这是我们的内轮廓 看到了吗 明白了吗 懂了吗 记住了吗 记下了吗 内轮廓是什么 回答我 是这个 那么为什么有这一步呢 因为提亮我们的内轮廓 能让我们的这个脸 五官看起来更立体一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是直接粉底糊在脸上 上完粉底之后 怎么整张脸看着更大了 细心的小朋友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因为你铺了一层粉 让脸部呢在视觉上更加扁平了 就失去了一个立体感 所以看起来呢就更大了 所以这一步呢不能少 那我就上一半啊 上一半 同时大家体谅呢一定要有一个注意的地方 就是避开你的瑕疵部位 就比如说你这边有一个大豆 你就不要给他体谅了 你就越过这个地方 好那接下去呢是遮瑕啊 又是重点又是重点 好我觉得我的节奏已经很慢了 我是故意在等大家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步一步的做 因为你做过一遍了 你就牢记于心了知道吧 你现在看我看一遍什么都懂 但你看过之后 你这个视频你就忘掉了 而且就是给自己上底妆啊 这并不是什么非常大的作业量 同时呢你在上底妆的时候 也能够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你就可以在弹幕里面问了 万一我看到了对不对 你在评论里面 万一我看到了我回答你了对不对 这你不就是赚到了吗对不对 在上粉底液之前 我极其不推荐大家大面积的遮瑕 尤其是肤色矫正 因为在上粉底的时候 你会把原来上好的遮瑕破坏掉 首先你海绵蛋 会不会沾上之前的一部分遮瑕 会吧 那海绵蛋就沾上了 那你这个粉底液你还要到处拍的呀 那你是不是拍的到处都是了 这个底妆就看着很脏了 然后脸上的色块一块一块的 那可怎么办 我的建议呢 除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这么大一颗超级显眼的那种痘痘 或者像我这样子的 祖传黑眼圈啊 这种很明显的瑕疵 大家呢可以用遮瑕 先肤色校正一下 其他的呢都先不要动 不要就是沾完遮瑕之后 直接怼到脸上去 像我们都是先会试试颜色的 不会直接一大坨糊到 他眼睛上面去 要是糊过了就不好了 点上去 好那下去呢是上粉底 那上粉底色号我就不多说了 老生常谈了 通过拍打的手法 把妆打透 打到脸上 好 接下去第六步呢 依旧是重点 其实我刚才已经录了一遍了 但是它这个存储卡显示读取错误 所以它就没有保存 我再讲一遍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用颜色叫暗的遮瑕 遮在你的瑕疵处 比如说 你要有个痘痘 你要的就是把它的存在感拉低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呢是用这个颜色的遮瑕 然后呢用手 用手蘸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还有那个调色的痕迹 因为它这个是相对于很深了嘛 所以我要拿它跟那个粉底液融合一下 调成一个适合我的颜色 大家呢还是跟我一样 在手背上面调色就可以了 然后蘸取刚才调色的颜色 轻轻的按压在你黑眼圈的部位 然后你按完之后你就会发现 哎你这边一片有点黑 对不对 怎么办 你就用刚才有粉底液 雨粉的这一头啊 把那个边缘运的自然 有一个颜色的过度啊 其他比如说痘痘啊之类的遮瑕 是同理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依旧是要用浅色的遮瑕 再次打亮我们的内轮廓 我们的内轮廓是哪里啊 然后我们在上内轮廓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不要让这样的界限特别明显 慢慢的啊继续往上打 我们让它的整个颜色要过度均匀啊 然后呢是眼下的三角区啊 我下巴是短下巴对不对 所以为了让它在视觉上面不那么短 我会在下巴处打非常多的提亮 打到这个位置为止 这样呢至少在视觉上面 我的这个下巴存在感觉更强眼 所以呢就看起来不那么短 包括是太阳穴 就像我的太阳穴其实比较凹陷的 那怎么办 依旧是往太阳穴打一点 让这个太阳穴在视觉上面比较饱满 好那家具呢依旧是 我们用遮瑕打按外轮廓 让我们的脸盘子呢看得更小 然后五官看得更加立体 好那么外轮廓在哪里呢 顾名思义外面的这个轮廓啊 这个时候大家非常容易犯一个错误 先什么都不管 先这样横着跨一条过来 这样硬硬的一条放在这里 然后呢再来一条 再来一条 为了让脸盘子更小嘛对不对 不管深浅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条直线先扫过来 是不是这个妆面看着颜色非常的脏 有没有 好那正确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化妆师老师们 他们都叫这个叫粉底膏 它不叫遮瑕 我也就叫粉底膏吧 好就是大家看到 全骨的位置了吗 这是全骨对不对 然后大家这样拍下去的第一下 是不是最重最深的最浓的 所以我们呢就要上在最重最深最浓的地方 由皱到轻 由深到浅 由实到虚 一点点的这样往前晕染过来 就是大家这边拍了之后啊 这上面的暗色粉底膏量是不是变少了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放心的一点点拍过来了 然后是这边 我这边特别突出 所以我要亮多一点 那我们鼻影呢 首先是用我们的手指哦 为什么要用我们这个指头呢 因为我们这个指头 你看 上在这边的时候 每个方向 每个角落都可以上到 对不对 然后大家鼻影呢 主要是打在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先不要打 打在这里 鼻尖 这边打过来 然后再用一点点剩余的 轻轻的这样拍上去 这样就是一个非常自然 不突兀的鼻影了 然后这个时候要定妆 定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干皮的话呢 用定妆喷雾就可以了 这个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非常简单 那油皮呢 我还有个知识点要教给大家 就是你们用定妆散粉 定妆的时候啊 倒到盖子里 蘸取散粉 然后呢 把散粉揉进粉铺里 再拍上脸 把这个底妆呢 彻底定住 这样呢 就是能够避免 我错误示范一下 直接蘸取定妆散粉 然后直接 拍 是不是就一坨一坨的 在脸上了 对不对 好了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我是要大家给我来 微博交作业的 你们不要就是 看过就忘啊 这个很重要 底妆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学进去好吗 学会了就告诉我啊 告诉我就交作业 那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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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